杀生成人的沙 施阿杀一生杀 杀本是载鹿致死之意 如杀人 而勇于作战建立功勋的 则叫做杀敌治果 杀也念晒 活语注音是 施爱晒似生晒 晒当衰败和减少讲 如其事烧晒 是说生事稍微减弱 晒又当等级和差别讲 如亲亲之晒 是说爱其所亲 要有等差之意 与杀字同音 而且容易被弄错的是这个杀字 杀字的国语注音是杀一生杀 杀是指停止或收束 如刹车 而杀笔就是文章最后的结语 杀也同这个杀字 是绑紧的意思 杀又当剪除讲 如喝杯冰果汁 沙沙鼠气 沙也念煞 国语注音是 施阿煞 四生煞 煞是座凶神讲 如煞气 是指阴增或凶恶的景象 煞又当狠或慎讲 如煞是好看 此外 常容易混淆的 还有这个叉字 国语注音是 施阿叉 四生叉 叉是指佛塔上 藏摄氯子的柱子 所以叫佛寺 或佛塔为叉 如明山古叉 最后要提出来说明的是 古叉不念古煞 沙风景不可以写成 这样的沙风景 沙车不应该写成 这样的刹车 另外 沙和差 这两个字的左下方 都是竹字 请不要忽略右上方的一点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